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好 今天呢 为大家介绍一下小星球的拍摄的 需要用到的一些配件 以及我们的相机 首先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360度的支架 然后呢 我们需要是六台小语相机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自拍杆 好 在拍摄小星球之前呢 我们向对相机做一些设置 首先我们启动小语运动相机 然后打开WiFi按键 打开小语运动相机PP 连接小语运动相机 好 我们进入设置选项 在视频窗口内呢 把分辨率设为1280x960p 4比3的比例 然后呢 测光模式 我们要选择平均测光 然后再往下拖 开启模式 默认为录像 好 设置完成之后呢 返回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一下 分辨率 960p 帧率60 测光模式 平均测光 自动低光了 关闭 好了 好 我们退出相机 好 之后呢 我们要同样的 把其余的五台相机 都以这种设置方式 全部设置好 好 首先我来 安装一下 我们的小运动相机 这个360的小配件呢 在淘宝网上都可以买到 因为它是3D打印的 所以价格也不是很贵 我买的一家是在300克钱 稍后呢 我会把链接发给大家 大家安装相机的时候呢 可以在相机上面标一下标号 这样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呢 更容易指对相机 好 接下来我们把小蚁足够开机 好 开机之后呢 我们可以逐个按拍摄键 然后装上我们自拍杆 我们就可以出去拍摄了 小蚁足够开机 打开机 pupil的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